今天我們棚內來了一位 大哥級的人物 他除了跨族主持界 還有戲劇界 現在又多了一個身分 就是唱跳歌 我剛聽了一下新歌 電音感很重耶 超時髦 而且今天他帶來了很多 當年他在大陸主持啊 拍戲的時候他所搜羅來的 一些寶物 我想聽到董月花應該就知道 我在說誰了對不對 我們待會兒一起來看看他的寶物 到底有沒有水漲傳音高的趨勢呢 先讓我們來介紹我們的 超強大鑑定團大鑑定精明 董事長 秦思琳 秦老闆 大家好 珠華社經藝術總監 廖文良 廖老師 大家好 歡迎董志成 董哥 VVVIP的董哥 丁大美女 主持人 你好... 還有秦老闆... 董哥 這一開始啊 就怎麼了 就讓我有點感覺好像 什麼叫VVVIP啊 等個V的三次方IP啊 就是您比較特出 最近在新聞上看到他會這樣講你啊 誰這麼不要臉 然後呢 這麼不謙虛 講出這種口出狂言的真事 對啊 是誰啊 不是我 我... 我藉由這個平台 對 這個 這麼高的收縮的節目 我再次的這個澄清一下 我 那怎麼會這樣報導你 發生過有任何這個衝突也好 自衝或自撐 或者打電話來的這個專員 我是那種像爆出口 然後會發飆那種人嗎 對不對 我在演藝圈啊 如果說我沒有朋友的話 我不是個好人 那演藝圈都是黑社會 所以我不是說其他人怎麼樣 我個人我真不敢 而且我們怎麼敢 跟銀行作對呢 對不對 現在車帶也要帶 還沒還完 我發布的跟那個經理 跟裡面的所有的這個 高階層長官 大家的形同手足 然後呢 能夠更密切 誰敢去丟臉你啊 那怎麼會這樣傳出來變這樣 錢都不帶給我 也不借給我了對不對 我還能活嗎 那結果咧 所以我怎麼... 為什麼會傳出來變這樣 我覺得這個 叫做人在家中住 對 我那天還在睡覺 八點不到就說 記得都打給我了 就說這個新聞 鏡周刊有這個新聞 我覺得他可能講的是某人 但是我在這兒 一定要這個對天 對拜... 最神是誰啊 白沙屯媽祖 我就... 我就舉了手跟他這個發誓 如果誰有做這個事的話呢 單舉根本就沒有人買 還是要小心啦 當心... 但我也希望說 留言澄清一下 會不會是他真的這個專員 打來推銷某個什麼 產品啊 債券啊 或是理財啊 或是買什麼基金啊 買什麼 如果我有稍微口氣 比較不耐煩 也許你這個... 因為有時候會覺得碰到詐騙 也許你大人有大量 那如果說真的有得罪誰呢 誰如果可以舉證的話 我絕對負經請罪嘛 古有負經請罪 現在我就帶著... 帶著這個寶物啊 借著行員說 您就收下吧 這麼好 算是想... 今天帶來的寶物都很厲害耶 算是要懂小命 那您也要 一點心意您就收下 我跟你說聲對不起 抱歉 不然就送他單曲好了 你覺得怎麼樣 董哥 單曲他可能不會要啦 奇怪 給男人家裡面 當那個什麼 那個... 進門的時候那個塔子啊 如果覺得不鮮豔的話 這個很鮮豔 AK 董志成 新歌的名字是 同名單曲 但他已經在二月 就2024年了 二月二十二號 二二二二 發行 已經在更黃平台 都已經發行了 大夥要去登錄的話呢 拜託 麻煩幫我點讚 按傳...這個傳閱 然後呢按分享 對... 待會兒有機會的話 我要現場看你唱跳 行... 但是你得過我們這些寶物這個關 我要看看你 收藏寶物到底眼光怎麼樣 畢竟你當年在對岸 也買了不少 對不對 是... 年輕到現在也收了一些 因為畢竟台灣的歷史來講 跟對岸的歷史來講 對岸的歷史是比較長的 而且人家對於這種寶物的這種 尊敬啊 還有他這個收藏跟保護 那是相當的有 對 他的這個 他的水準 他的當事的 對啊 我看你今天帶了翡翠 玉器啦 茶壺啦 待會兒還有字畫 這都是我個人認為的 唯一東西呢 逃不過你們的髮眼 那才是真的要厲害 請老闆 假的真不了 這也不一定 真真假假 假到真實 真意假 我們要尊重專業 這個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鼠來寶是不是 有老鼠又有錢幣 對不對 老鼠鼠來寶 對啊 底下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算是巧色巧雕 然後這個擺件滿吉祥的 雖然顏色暗了一點 但我就不知道它是屬於 是玉呢 還是石頭呢 還是 這一件 您買多久了 這一件是人家送我的吧 人家送的物件是不是 對... 好像是我生日的時候 對 那他說這個呢 你有沒有看不起 他還花大概九千一萬買的 不 也不便宜耶 我是覺得他量得有點好 可是他跟我交情匪淺 所以我覺得他送我 應該不會是假的東西 更換又不是什麼多貴的 就是一萬塊錢左右的東西 我生日 當個生日禮物 是 這算好朋友 對不對 但是這有沒有可能是玻璃 難怪 我覺得好亮喔 你看看跟旁邊這個比 它齊亮無比跟上了亮光七 不是這個玉越盤 它會越亮嗎 這不是玉 也不是 連玉都不是 這不是玉 它也不是石頭 石頭的一種 等一下我們上一下那個放大鏡 看一下 給觀眾欣賞一下 送禮物啊 數來寶 不過這滿討喜的嘛 是 重點是 送禮物也要怎麼樣 也要有一定的分量 對 價值 對不對 是 畢竟有時候我們收了禮物 人家他可能自己也搞不太清楚 這是個玉擺劍 對不對 可是到這裡來就可以告訴你 到底它是翡翠是玉是石頭 這也是關鍵說 我跟這個朋友要不要繼續來往 我真的是送個爛東西的話 可以做參考 那大家連朋友都不要當了 可以做參考 來看一下 細看一下 很清楚 髮精 髮精啊 水精的一種 裡面有那個金屬的那個絲狀物 真有耶 你看 這我們肉也是看不到的 對 而且要放大很大 放大 這是髮精 薯萊寶髮精製品 髮精 這東西 朱可欣 大名鼎鼎 紫沙名家 真的啊 都是模具的 哥不用打了 不打歌了啦 今天也不唱了啦 就靠他們了啦 還要唱 我們都在挑詹巴大神 等你來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詹巴大神APP等你喔 髮精製品 髮精 這個 這個東西 價格不肥 不肥啊 還不肥啊 不知道要不要一萬 一顆水晶 而且是髮精 還要叼成薯萊寶 你光工錢大概也要 這個數 要兩位數啊 這個數 怎麼兩位數 兩位數 二十萬嗎 不是 這個數就兩千塊錢啦 兩千塊錢 還有兩千塊錢的工錢 再加上髮精自己本身的這個 這個材料 對 也許還不錯 廖老師 水晶呢 它 因為有各種品項 所以你要看顏色 第一個的話一定要看顏色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看 我們講說髮精 那就是看它裡面的那個 頭髮的顏色 是 有的是金色 金髮精就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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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黃金多貴你看看現在 對啊 但是挖出來就不是金子啊 那不一樣啊 那是鈦 對 所以這些結晶類的東西 你就看顏色 總體的顏色 再過來就是看它裡面 內含物的這個髮精的顏色 或者是有一些的是青胎的 它的顏色分布 那你就看它的密合度 飽和度怎麼樣 對 那如果說以這個物件來講呢 我們看那個顏色 你會有點覺得說 好像有點咖啡色系 又帶一些紫色 沒錯 因為帶一些紫色 可能是比較稀有的品種 聽起來應該就不錯了 比較啦 但是呢 我們統稱叫做 淹水晶 淹水晶 就煙燻的 煙燻啊 煙燻的 有點那樣的顏色 但是呢 早期有名家雕刻 那你就看它有沒有落款 對 如果是名家雕刻 就貴了 好 其實這個我看 沒有什麼落款 對 我也沒看到落款 我連它提的字也看不到 這個不用落款 這個都不用落款 我們來評估它的價值 今天的第一件請 董哥還要請見價囉 來 請見價 一萬五千元 還不錯 還不錯 朋友也騙你喔 這個配合 我決定繼續交往 可以交 可以交 這個裡面 這邊有一些含義 你首先十二生肖 鼠為首 對不對 對 第二呢 鼠就代表財 這另外一個呢 這個老鼠 對 在一般江湖上面 你想想看 你有聽過那個 有啊 包青天堡 對 很敏捷 你這不是剛剛說五鼠嗎 五鼠鬧東京 好東西 好東西啊 好 馬上價值感就上來了 加五千 再來這一對茶壺 看起來同款不同色 上面有鄰居 是茶壺 旁邊龍年來了 來看看這一對 你看 都有龍 有這個龍的茶 其實紫砂我收了很多 我很多都還擺在北京啊 那時候來不及拿回來 我是二零二年回來的 剛好是COVID-19 把武漢肺炎 我沒想說疫情結束 趕快回去北京 把一些東西 就是把它全部都運回來 結果咧 結果疫情一搞搞了三四年 到現在還沒過去 但是我覺得今年我會 去把我一些比較 你喜歡的 留在身邊 因為我姓董啊 是 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大家喜歡把我外號叫 古董古董 古董 對 老古董 小古董 所以變成說 我後來慢慢長大 我對古董這種東西 就慢慢的也喜歡上 還不錯 信董有個好處 信董就古董 信董 你只要走到路上 人家 就你 多好啊 台語聽起來不錯 叫秦董 有沒有 真的 那兩個叫 聽起來就很貴氣 對... 不愧是VVIP 真的 馬上就你這個 頭對聲揮 真的 但這一對紫紗糊 你當初買的時候 是會不會很貴 人民幣換算台幣要多少錢 不貴啊 大概是兩萬塊吧 一對 一對... 那個時候就直接包色了 而且那個人還跟我講說 是 好的紫紗糊 好的糊啦 好 它這個壺蓋啊 對 轉移掉很順 你不能卡卡的 流暢 第二個呢 就看底下是不是編號 或是說呢 座的人他一定會 把名字都在底下 紫紗糊 編號 對 再者呢 這個故鄉呢 跟周楚除傷害 今天我們都看周楚傷害 是 它的故鄉跟周楚 是同一個故鄉 宜星 宜星 就是江蘇宜星 我們來看看你的紫紗 紫紗 紗糊的底部 現在已經沒有紫紗 可以挖了 你要看一下 朱可欣 大名鼎鼎 紫紗明家 真的嗎 當然真的 請老闆給你們講假的嗎 不... 只要是真的的話 這個壺價格很高 這後面又不太一樣 朱可欣的壺 真的啊 那當然真的 我能哄你嗎 那我這兩個 這一對才買兩萬塊 人民幣 好 可是你那是多久以前 我2016年 2016年 2016年在北京中 78年前 好 我們先來講這個壺 這個壺的形叫共春壺 共春壺 它是一個有來歷了 怎麼說呢 在宋代的時候 我們在喝茶的時候 是 是跟現在這個日本的抹茶一樣 把茶葉磨得跟粉一樣 跟粉一樣 然後呢 攪勻了以後 點茶 點茶就是把它熱開水 點在這個茶碗裡面 再打...打出泡沫來 打出泡沫來 叫豆茶 就在那邊看一下 來 是你的茶好還是我的茶好 叫豆茶 這個叫宋 不比壺 比茶葉 這個 宋的時候的壺是燒水壺 鐵壺 在明代中期以後 開始 人們開始 開始把茶葉放在壺裡泡 對 那這種壺 是誰發明的呢 對不對 這個壺 像宋心的這個 所謂紫砂湖 是有一個人叫貢春 他本身是一個... 不熟啊 他本身是一個 近視的一個奴婢 就是小童 以前有書童 書童 對不對 書童說 拿本書來 他就拿書來 幫你拿著雨傘 幫你提著這個書包 連這個祝英才 梁相伯都有書童 對 宋心四九有沒有 來 說到他的主人 大大有名 一個近視 叫吳宜山 此人呢 當官 結果身體不好 跑到金沙寺 養病 養病的時候 你這個書童沒事幹 對不對 東跑西跑 就看到人家和尚 做茶壺 你要看到 中國的這個 只要是茶道 都是從寺廟出來的 咱們講個場景 好不好 那個... 住持 一聽說董哥來了 董哥來了 上茶 VVVIP來了 一定是上茶對不對 對 然後你看了 你又穿這樣來 肯定是來奉獻的 有差別 然後又聽說 你想要給這個佛修金身 對... 來人了 所以你看看 所以你到廟裡面 有這麼大的差別 當然 你上個上了好茶 這個話就投機 對 難怪古有一句話叫做 求算命 護燒香 那當然 有些人拚命燒香 求人每天在早上算命 我這命能不能好一點 對 所以在廟裡面 如果住持要跟您談天 那一定得泡茶 泡茶 泡茶一定要有壺 那這些和尚 沒事在這個廟裡面 就在這個金沙寺 就開始捏壺 貢春這個小孩聰明 他就怎麼樣 閒得沒事 就跟這個和尚捏這個壺 捏著捏著 中華的疑心子沙 文化就開始了 主事也是誰 一個小童 貢春 就貢春 江蘇疑心人 對 是 而且打此以後 只要是貢春湖 那就是熱笑得不得了 我剛剛好像是不是 一直在下面 有看到這兩個 這有血 貢春 真有血 是 押隊寶了 李廖老師 有一個疑心的老爺子 對 拜託我幫他處理兩隻湖 是 那因為他本身是疑心人 那剛剛講到諸可心 那我們就要來看 有一隻 像這樣的形式 應該你家有 我家也有 而且我家還有滿多隻的 抱春湖 那上面就是梅花 然後那個就是樹枝狀的 這抱春湖 我還有兩隻 開心得不得了 但是下面落款 不是諸可心 諸可心這一組 包含四個杯子 是諸之星是吧 在二零一零年拍了多少呢 三百三十六萬人民幣 就一隻湖賣三百多萬人民幣 三百三十六萬 董哥 等於快一千萬台幣啊 董哥你發達了 這個的形式大概是四分之一 你就除以四就好了 好不好 有沒有機會呢 所以這樣我有生之年 我千萬不能把它 隨便送給人家 不是 先直接 或賣掉 先賣掉吧 直接換現金啊 我們先等一下 好不好 我們把這個講清楚 好不好 這是黃色的斷泥 對 這是紅泥 這兩種不一樣的泥 是 壺要值錢 你首先第一 就是斷泥斷得好 所以說這個紫砂壺 這第一弓呢 就是這個泥 斷泥 斷泥 把這個泥巴斷到 那個可以講說 那個裡面彈性非常好 是 然後氣孔非常的這個 密 密 那第二呢 那就是怎麼樣去捏 那一把壺呢 如果說是手工 它一定分底 邊 蓋 還有就是口 口那是後來再加的 好不好 底邊蓋做好以後 再開始捏 是 那就是手工的 現階段疑心湖 大概百分之九十 都是模具的 疑心當地的紫砂 現在限財 對... 所以說就到疑心 紫砂會會... 價錢會高的 你知道疑心紫砂怎麼來的嗎 不以稀為貴 不是 疑心紫砂 就是它是河床沖沖沖 沖沖沖的一種... 一種這個... 一種礦物 是 那其實不是只有疑心 還有別的地方也有 所以這個東西啊 料不缺 缺的是什麼 工 要做得好很難 明家 要明家的壺 所以好呢 要有幾種標準 好吧 首先第一 這個壺啊 得四平八文 你首先第一 這個壺是個平... 這個平均的中心點 必須要抓好 也就是說您這個壺 倒茶的時候 這樣倒 它就... 這個... 這個叫流 這個壺嘴啊 叫流 不能叫壺嘴啊 叫流 這個流必須這樣... 順燙 如果倒的時候 滴滴當當 完蛋 所以壺好看沒有用 壺得要什麼樣 順 順 那第二呢 這個壺呢 它有這個保溫的... 這個... 這個很重要... 功能 所以這個壺不能太薄 那另外就是這個蓋兒了 這個蓋兒必須很嚴實 是... 不能晃來晃去 也不能卡拉卡拉的 不能塔的感覺 好了 你看 你一個共春壺 一個是這個 朱可欣的壺 那都是明壺 您這下半輩子啊 就靠這兩部 就... 不打歌了啦 今天也不唱了啦 就靠他們了啦 唱... 還要唱 我們還沒評估嘛對不對 貴... 貴過賠儀沒關係 但現在就要唱歌了 現在就要唱歌了 好 來 我們給他一個機會 評估看看 兩把壺一起好不好 是不是明家壺 請見價 這集不再有關於呢 這個... 母子是不是斷絕關係 還... 關係著到底要不然 讓我媽看這集節目 這是25年前 我花6萬塊買的 請見價 唉唷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加個大神馬將手遊 即刻下載 請見價 唉唷 是不是明家壺 請見價 八萬元 還不錯 但是 沒有 我沒想像的 那麼厲害的 您的八萬是人民幣 還是新台幣啊 我們在台灣用什麼人民幣啊 就新台幣啊 對啊 那跟我買的時候 差不多嘛 我覺得你還買貴了 你還買貴了 我買了兩萬人民幣啊 買貴了 為什麼呢 你看這個壺很輕 對 不扎實 練土練得不是很好 好不好 這樣子 但是這個壺有到味 可惜不是圓柱 就是這不是朱可欣 還有人可以訪他的 訪得多了 朱可欣如果要做也沒有辦法 做得那麼多 對不對 也是 不過沒關係 花錢買經驗 好不好 好 廖老師 來 我來介紹兩把壺 一把壺的話就是 宜星的紫砂壺 那紫砂壺呢 因為它很特別 它是一種沉積泥 所以它煉土來做壺 那做壺呢 宜星的紫砂壺 非常有名對不對 對 那你知道 有一個 有一個人叫康熙王 這康熙王呢 他就覺得說 紫砂壺 都是紫色的 紅色的 我要做個不一樣的 做個不一樣的 它就在上面上釉 因為原青花這些東西 他覺得說 這個瓶子 我們來上釉的話 那就很好啊 可是這個紫砂 它燒過了之後 你再來上釉 上釉了之後 它上面要點綴很多個顏色之後 它就很容易均裂 所以瑕疵品非常的多 康熙王在試的時候 大概做了40支的 上釉的紫砂壺 但是呢 真正能夠 成功的 成功的 都保留得非常完整的 大概只有四件而已 可是其他的這些均裂的東西 還是有人要 所以在我們的故宮大概有 故宮好像有保留四支 在台灣的故宮裡面 那有一些比較瑕疵品 瑕疵品在外面拍賣價 還是很高的 還是非常高的 瑕疵還能賣到高下 瑕疵 因為它很少 康熙王的關係 對 因為它後面會有落款 會有落款 康熙玉智 康熙玉智 所以它存世的太少 太少 這讓我想到過去有一個人 那個時候 我不知道 我們那年代有民生報 有沒有 民生報的那個 發行人叫做劉孝蘭 是 這女士 王孝蘭 王孝蘭 對 他跟 他家庭中有很多 張大謙的這個東西 是因為他跟張大謙的關係 非常好 常常請張大謙去吃飯 因為吃他 因為張大謙最喜歡吃那個獅子頭 因為他爸爸王替武 跟張大謙非常好 所以但是我們就有聽到一則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 就張大謙常做畫 做到一半廢掉的 就丟在垃圾桶裡面 後來呢 久了之後呢 王孝蘭覺得說 你與其丟掉垃圾桶 你不如我 我故意找個人去把那些拿回來 你發現他丟掉了 你不要的嘛 就聽說拿了一大堆回來 現在聽說連那些東西 賣一賣都可以賣好幾個億 他上面只要有張大謙 而且是他畫的 可是沒畫完也沒畫好 我不知道 還有獨家內幕 這是我昨天上的笑話 昨天有一則新聞 賈博斯 簽名的名片對不對 簽簽的一張名片 拍賣一百八十萬美金 對啊 你看 所以接下來我相信 王孝蘭發情人女士 應該真的很多張大謙的東西 我們下次做一集 來問問看 而且是在垃圾堆裡面的 再來這個絕對是 您很喜歡的一個珍寶吧 來 我在雕工特別吸引我 你覺得很細緻是不是 對 然後還有呢 它是什麼用途啊 這個就拿 擺件 擺件啊 裝飾吧 你看喔 感覺是真的還滿 立體度是滿高的 但雕工好不好 我讓專家來看一看 您在哪兒買的 買多久了 這一件 可不可以講一講 什麼緣分買這個 是 這老實講這是 這朋友欠我錢 我們好多這種故事喔 而且我發現所有藝人 來賓一定都會有 人家跟你說來週轉 其實很多年前 放個物件 我在想到很多年前我來過 我來過這個節目 那那個時候 我也跟秦老闆有這個 一面之緣 是 那一次我拿了很多什麼呢 就是郵票 還集郵啊 然後我還有那個愛國獎券 第一期到最後一期了 收得很完整的 對 我大概都報了兩大疊 大概這麼大疊 這邊是全部是郵票 而且首日風 他會收集的人會 那個郵票一發行 他就排隊去買 然後蓋當天的郵戳 一份一份的 然後呢 這邊就是愛國獎券 從發行第一期 民國五十多年的時候 一直到他結束那張 你還有大連張 對... 那個我報來 那天是最值錢的東西 你說那個大概可以值十幾萬 對 而那個東西我怎麼來的呢 一樣 就是也是他欠我錢 他實在 後來他呢 你知道他是很愛收集這種郵票 還有一些奇怪怪的這些 但凡郵局有出東西 他就都收集了 還有這個愛國獎券 到現在還有 然後呢 他就是因為後來做生意 這個錢轉不過來 後來就叫我拿了二三十萬給他 他就整批就遇到我家來了 包含這一件 包含這一件 我那台帶不來 不是這兩路而已 五大路 是 那現在應該值錢了 對... 我倒沒有賣掉 我不知道 是... 改天再拿來給我們欣賞一下 行... 所以這個擺劍 也是當年 他要跟您周轉的抵押品 是...對 這個植料 我知道 這個植料就是和田軟玉 和田軟玉啊 對... 然後這個 這個是... 這個藕色的 這個是青玉 有沒有 是... 雕得還不錯 你看這邊 雕了一隻麒麟 看到沒有 這麒麟 這是麒麟 這是獅子 這邊是吃龍 這邊是小獅子 寓意非常的吉祥 對 雕工也不錯 如果... 如果往家裡一擺 能夠集氣 挺好的 對不對 那是擺在哪位置 財位嗎 還是 不是... 別那麼迷信 往家裡隨便一擺 就集氣了 真的喔 好看啊 又今年又龍年 很適合在家裡 除了這個以外 您這個... 你要是出唱片啦 買新家啦 那是集上加集 叫大集 你知道嗎 非常好的樣子 那一定得好好擺囉 就來看看價值的效 還是很吉祥的東西嘛 對... 對... 再來評估一下 這個... 何田玉的貼戒 大概值多少錢 這樣可以嗎 懂了 你那個時候他跟你 這個是借多少 還是就是那一批裡面的 其中一個 就那一批裡面求一個 我給他大概... 那一批 快三十萬吧 連那個愛國獎券跟這個 要這樣一見我們算 評估一下好不好 這何田玉 我看五六萬肯定跑不掉吧 跑不掉了 我們試試看囉 請建架 十二問 好耶 好合體耶 這件 掉了很漂亮 而且他掉木頭很甜 完全沒有損傷 是 很完整 不掉渣的 很好 剃的又乾淨 好好放... 不管放哪 他這個應該有一個台座吧 你有台座嗎 會不會有個木架子 或什麼木座的在底下 會不會這樣擺有點危險 今天都講值這個錢 那我... 我就發現做個架子 我都值得啊 都划得來啊 十二萬 如果這兩萬塊 我就不用來做架子了 好 是不是 再來看看這個桌子 水頭非常好 你怎麼會有這個 你是怎麼...你夫人帶的嗎 我媽媽 我媽媽 這是二十五年前 然後呢 我媽媽剛好那時候是六十大獸 好看... 她今年已經八十五了嘛 那我記得我在板橋的一個叫 金獸山營樓 我知道... 我每天走過去 那時候我念那個板橋高中 我每天回家 經過... 後來我想 我是不是有個什麼名牧 買給我媽媽 我媽媽那時候一直不太愛戴手桌 她說每天做家事 一打到一卡到她就... 媽媽都是... 媽媽都這樣子 而且她一直說不要花太多錢 買什麼手飾啊什麼 她也不是出去愛戴著 可是你知道那種老人家 就很喜歡這種桌子 其實她一直跟我講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好的手桌子 你在外面我看到 便宜一點媽媽買回來 媽媽就隨便戴戴 她一直跟我講 要便宜一點... 後來我買這麼便宜 我花六萬塊買來 六萬 你讀高中奶奶那六萬塊錢 她說二十年...二十年 二十五年前了後來 不是 我是在那個營樓一直看 她是小時候就在那裡 我後來我念四星的時候 我去打工賺錢的 是...所以就已經... 已經學摩很久了 終於有錢了就買到 因為我想試試看我的眼光 可是我媽媽很喜歡 我不管她是真是假 就是我每天經過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她那個老闆 就特別喜歡擺在那個 很鮮艷... 很鮮艷的那個地方 是冰種的耶 冰種的 冰種的 很漂亮 我剛出買六萬 六萬耶 二十幾年前耶 對... 真便宜 要十年前的話 這個比現在還貴一倍 我跟你講 這時候如果請到 把你講這種話的話 你要你當心... 為什麼十年前要貴一倍 因為那個十年前 現在不是貴好幾倍了嗎 你不是剛從大陸回來 你知道嗎 大陸現在下行啊 對不對 什麼東西都嘛疊 對嘛 奢侈品 那疊得更慘 聽說連黃... 我這邊有兩個畫面 我這邊有兩個畫面 先讓你開心一下 這一對桌子呢 跟這個有沒有很像 有耶 那個光... 大概是那個種 種差不多啦 對 種植 這一對是很透 六十萬人民幣 六十萬人民幣 對 然後我再開另外一張給你看 這一個 它就帶青綠 竹子青 應該講竹子青 的那種綠 這樣的一對 它很均勻的綠嘛 對不對 它起拍價多少呢 但是... 這一對 我記得應該是沒有成交 因為它是在二零一七年拍賣會的 桌子它的最高價 最頂標是在落在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包括了 書富比拍賣會 加四的拍賣會 它全部有七個桌子 在那一年的秋拍 只有兩個成交 其他都流拍 所以二零一七年開始 這一種桌子 它的一個價格呢 就第一個停滯 第二個的話 開始往下走 如果是物件比較差的 就往下走 物件好的 它還是繼續往上走 但是開始二零一七年開始 都是豬 豬串 所以豬串一直走到現在 都還是豬串當道 OK 我們今天來評估看看價值 其實我們... 要不要講吧 理心它做的就是理心 心意要做 他是孝心好嗎 是我們孝心的代表 董哥...我跟你講 這一種的話叫 就是細琢子 細琢子 細琢子 細琢呢 它有一個盲點 就是有很多的玻璃瓶底 玻璃瓶的那個底座 那一圈竹 很多都拿來做琢子 會是這樣嗎 這一集不再有關於 這個拇指是不是斷絕關係 還關係著到底 要不要讓我媽看這一集節目 要不要當場這個崩潰 不會啦 就是因為媽媽知道你很像 我媽媽85歲的 這個不能說這麼大的打擊 不是... 你應該是在給秦老闆壓力 我可以... 我可以大概略... 略略可以猜一下 是 那個令堂 看過本集節目以後的 這個感想 這我們家小董啊 大小 頭腦就不好 來了 笑心... 笑心是很足 笑心感動天啊 但眼力怎麼樣呢 我們試試看 請見價 十二萬 來了 不錯耶 恭喜 所以現在行情來講 十二萬人 並重 並重的 就是顏色沒到位 這個金瘦城老闆沒騙我 到位了嗎 我明天就把他那個店給燒了 你說真的 不過人家 人家現在也不開店了 那個店我買完之後 沒隔幾年啊 倒啦 不是 那邊都更了 都更了 都更了 那我在找他的時候呢 好像他就... 沒開店了 因為他已經做了幾十年了 老店 這是板橋老店 我跟你講 媽媽一定會開心的帶 而且他是帶著 聽你唱新歌 沒有 一聽到十二萬 他還去弄個架子 把它供在那裡 框起來捨不得帶 媽媽洗碗啊 打掃啊幹嘛 他怎麼捨得帶啊 對 而且我說真的 是 尤其是你的新歌 媽媽會不會跟著跳 是可以跳的嗎 我媽的腿現在已經跳不起來了 但耳力很好 對 邊聽邊動 我都不能偷罵她 邊聽邊動 所以我說今天她聽到 也看到了這個桌子 是 我回家面子太大了 還有給足面子 你媽媽就會講 我們叫小董啊 說真的是有好結果 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今天給你一個 打歌的機會 讓媽媽看節目開心 又聽兒子唱歌 新歌叫什麼名字 謝謝 來 丁大主播 丁大美女 就是AK 我剛剛講董志成的 同名EP 也就是單曲 是 而且是Rap走嘻哈龍線 好 我們媽媽來聽聽看 來 董志成 Check it out 當然這個是我們台灣 畫界的元朗 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 這是什麼 您這幅畫呢 後繼 後繼 後繼啊很強 挺健將 可以 今晚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我們都在挑戰吧大神APP 一起開房插花碰碰湖 等你 來囉 董哥在唱這首歌手我嚇傻 OK耶 聽完心情都很好 沒有 您不嫌棄... 很棒 很動感 我整個嚇歪 我其實可以挑戰自己嗎 你比那個韓國大叔 那個... 董事董事什麼 真的 還更有型 完全沒有辦法想像 你是收藏這種字畫的人 對 朴如的字畫 還有今天帶來這一幅 來... 我們走過來 我知道這個算 您今天特別想要見價的一幅畫 對 為什麼 因為第二 它很重 重量可值錢 字畫不說是論經來算的 對 但是呢 我稍微看一下這個藍印鼎 它的歷史好像還挺多的 它挺多故事可以講的 是的 而且它是... 它是好像到日本去學的 學的繪畫 所以在日劇時代的民國初年呢 它跟很多的日本的大的藝術家 都有交流 對 它的畫風也受到影響 對 再者我覺得一幅好的畫呢 一定要符合像蘇東坡一樣 叫 所以你在看這個時候呢 也等於可以好像看了一個 一個詩篇一樣 你可以看到 七十年前 台灣的那種農村的那個 那種情況 對 這藍印鼎呢 那當然這個是我們台灣 畫界的元老 本土的 本土的 對 參加過台灣美展 參加過東京美展 都有拿過獎的 這個是相當了不起的人物 是 然後這幅畫呢 是畫的是這個... 牛車 牛車 好多人 種田的 到了黃昏的時候 咱們就回家了 就坐著這個牛車回家 這個牛車本來是裝什麼的呢 本來是裝稻谷的 對 那現在就回家了 那藍印鼎畫這幅畫呢 我的印象大概是1945年吧 還是46年 他畫的這幅 是一個水墨 水墨 那這幅畫呢 到您手上是 什麼原發 對啊 怎麼回到你手上 還知道要收 我有一個大學同學 他家裡的畫 多到三個房間都畫不下 後來他就乾脆又買一個房子 住他家人 原來那個房子就 大概三十多坪吧 對 裡面全部都是這種畫 我的天啊 那這些畫 這個價值連成漏 開放同學去怎樣購買 我倒是不是他們的行家 我不懂 是 但就是我去看這個呢 我看了幾次呢 藍印鼎的畫 我這樣不是只有一幅藍印鼎的畫 我有好幾幅 他就問我要不要收藏 對 他專門玩這個字畫的 了解 然後我就跟他說呢 那你看看 有沒有這個三萬 三萬五萬的 你幫我弄個大概 一二十幅吧 是 我大概也就這個錢嘛 我就花個六十萬之內 是 我就收了一些 是 擺在家裡 對 你真聰明 你很會理財耶 沒有 因為像藍印鼎啊 這些廖季村啊 這些這個 老一代的這個台灣畫家 他們這個畫 會慢慢慢慢慢慢 越來越高 降雨 越來越高 對... 所以因為前幾年 就是大陸畫家 包含比較 渡海三家 比如說張大謙啊 浦星瑜 那些畫都很高 對 台灣畫家的畫 出生北浦 南張嘛 對 浦星瑜是北嘛 南是張大謙 還有一個黃軍幣 黃軍幣 渡海三家 那那些畫 這個價格被炒很高 反而我們台灣本土的 這些畫家的畫 就可以耽擱了 是 所以 您這幅畫呢 後繼 後繼啊 很強 後繼啊 你收了這一批 有這樣 我收好幾張 很多啊 好幾張 一張三五萬的來 跟他收啊 因為我還想說 我頂多就只能出了這個錢 不過自己同學嘛 起碼打個三折 四折的 是吧 而且他一屋子都是 但是他的眼光 會不會影響到我 他會不會收到驗品 因為我同學很看好 所以他才會收很多嘛 然後他會有部分的 留到我這兒來 但是真的假的啊 但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藍櫻鼎 藍櫻的畫 你要記著了 首先第一 一定要是在三十號左右 大小 三十號左右 第二要水彩 或者油彩 這是水彩啊 這是水墨 這是水墨 所以藍櫻鼎 來講他是以水彩畫著名 水彩跟油畫 油墨 糟糕了 糟糕了 那這個大小是 這個 這個大概 也不對 好吧 好不好 我們只是要來評估看看 好不好 來 評估一下 好不好 請見價 八萬 可以啦 可以 可以 你買那麼多褲 真的 但是這是小針的 因為它原來 它應該是個畫冊裡面的 沒辦法 它是藍櫻鼎的畫冊 結果大家把它裁下來 一幅一幅都把它 錶起來就拿去賣了 很貴耶 這幅應該是藍櫻鼎 在畫一些農村的一些景象的 一個畫冊 所以就給我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動力 今天晚上我活 晚上就到圖委家去翻 對 還有沒有藍櫻鼎的 對 而且我不要跟他講 我偷偷弄一些水彩 你知道 油墨的 水彩的 那個更值錢 那今天晚上咱們 一人一隻手電筒 咱們就到他家去尋一下 不當賊 我這個好好抬 你看哪些擺不下的 我家見你擺 你看廖老師那裡 就有水彩的 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這個藍櫻鼎 還有層層坡 廖濟村 他們都是畫 這個台灣農村的景象 是 那他們也都是到日本去 留學的這些人 對 後來廖濟村也輾轉到 上海去教學了 然後又回到台灣 那藍櫻鼎呢 他們畫的這些 那個鄉村的一個景色 藍櫻鼎是水彩畫 入選什麼東西呢 地展 就日本有一個地展 就是有點類似像 國寶級的人 才能夠入選到這個地 皇帝頒布的一個展覽會裡面 就好像是我過去有講到 那個日本的這些 這些手工的工藝品 我們講國寶級的工藝品的話 就叫做 皇帝頒布的這些國寶級大師 第四紀藝員他的物件 因為現在日本的明治時期 或者是江戶時期的物件 都已經往上走 所以如果是像藍櫻鼎 這樣的一個畫作 成城坡的 他們過去都有入選地展 那他的價格是往上走的 所以真的啦 趕快再去同學家約一約 約起來 再多搜幾幅 這一幅就已經 這個同學就可以交了 請問那個 鼠萊寶那個就不用了 對 那個也不錯啦 檔次差太多了對不對 但是今天董哥真的帶來很多 他這一些收藏 你等到去北京 把你自己一些 心愛的寶物 全部都帶回來 我們再來 再來 再來大巡寶節好嗎 謝謝董哥 謝謝 恭喜 祝你也參觀吧 謝謝 謝謝